北爵哥哥怎么可能和那个私生女那么的般配 那个私生女的身份和北爵哥哥天差地别 根本就不配站在北爵哥哥的身边 可是这么重要的场合 北爵哥哥居然把那个人给带来了 他一口吟牙差点咬碎了 为了掩饰自己差点绷不住的脸色 斯嘉丽匆匆对身边的男人说 抱歉 我去一趟洗手间 说完 也不管身边的男人是不是搭理他 转身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一边走一边还沉着脸 拿出手机 哼 一个私生女也敢跟他斗 本来他还在想着要找个什么样的机会收拾那个女人 既然自己送上门来 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今天他就要看着那个女人身败名裂 他倒是要看看 到时候北爵哥哥是不是还会 要那个让他丢尽了脸面的女人 西泽烈从头到尾就没有管过他走不走 去哪儿 他的目光完全被那一抹蓝色给吸引住了 一闸也不闸 恩恩 他听到了自己心脏猛得正当的声音 下意识地伸手摁住心脏的位置 丽北爵从进去开始就感觉到了无数道的目光 朝着他们这一边看了过来 他不悦地皱了一下眉头 狠狠地仿佛能够夹死苍蝇 但是更让他假死苍蝇的是 他顺着其中一道最让他不爽的目光看过去 恰好就看到了一张他不想看到的脸 西泽烈 他削薄的薄唇狠狠地抿了一下 握紧了持恩恩的手 阴谋透着狠力 持恩恩猝不及防地被他握紧 手指被捏得有一点痛 不明就离地侧过头看向他 压低了声音说 丽北爵 你干什么 捏痛我了 没什么 高大的男人霸道地挡在他的面前 挡住了他的一部分视线 指着旁边说 我们到那边去 嗯 可是有人往这边过来了 应该是来找你的 他刚刚看到了 过来要找丽北爵寒暄的 还不止一个人 他突然走开 在社交礼仪上恐怕不大好 找他们的 我们先到那边去 丽北爵从来就没有过社交礼仪 他的社交礼仪 就是他高兴就聊两句 不高兴不给面子 就是不给面子 至于别人怎么想 他根本不在乎 反正他作为生意也好 做军区任务也好 全是靠的实力 不是靠的交际手腕 他霸道地牵着迟恩恩的手 硬是拉着他往旁边走去 然而 刚走到蛋糕区域 身后已经传来了 他最不想听到的声音 嗯 好久不见 迟恩恩正被某人 拉着往旁边走 还没有回过神来 木然就听到了身后熟悉的声音 他豁然回过头 就看到了一周没有看到的人 他惊讶的同时 错愕地说 西泽烈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他不是回家族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W国 还这么巧的 也来参加晚宴 西泽烈扫了一眼 去脸明显带着不悦的男人 就像是没有看到 来自男人警告和捕鱼 温润地说道 正好来W国 有点事情 你的伤 痴恩恩的话 才说完了一半 手掌心就被人不满地捏了一下 痴恩恩无可奈何 还是坚持把话说完 你的伤好点了吗 他注意到了 西泽烈的脸色 看起来有一点苍白 连唇上都显得没有什么血色 听到他关心的话 天使一样的男人勾起了嘴角 露出了一个 让人黯然失色的笑容 我没事 不用担心 利北角狠狠地捏了一把 痴恩恩的手掌心 阴谋缩成了针尖脉盲 担心 痴恩恩说了他会担心了 从头到尾 痴恩恩只问了一下 他的身体状况 他哪只耳朵听出来担心了 他的脖唇狠狠地 抿成了一条直线 黑钥匙一般的毛子里 窜动着火焰 他拉着痴恩恩的手 不着痕迹地把人挡在了身后 上前一步 皮笑肉不笑地道 没事就好 我们还有事 先走一步 说着 就拉着痴恩恩 往之前找他们几个人的方向走去 痴恩恩被他拽的手腕微微发麻 特别是被他一会儿一个态度 弄得有一点懵 利北角 你刚才不是说不管他们吗 那是刚刚 你刚刚不也说了 他们应该是找我的 既然别人找我了 我不理不大好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理一下 不行 他只差是没有咬牙切齿了 痴恩恩哪里不知道 他是为了什么改变主意的 顿时哭笑不得 他好像没和希泽烈说两句话吧 说的也是寻常的问候 他欠了希泽烈那么大的人情 总不可能碰到了 还装作不认识别人吧 反正他的原则 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就在说话间 一个中年肥胖的男人 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伴走了过来 热情地寒暄 哎呀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利少啊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他的目光 马上就转到了痴恩恩的身上 这一位是利少的女朋友吧 真是有气质 和利少站在一起啊 完全就是精童玉女的感觉 太般配了 对吧 他旁边的漂亮女伴 极为地有眼力劲 马上捂着嘴 笑着接话道 老公啊 你真是会说笑 利少和痴小姐 本来就是精童玉女 当然般配了 他长了一双灵气的眼睛 笑起来还有一个小酒窝 清纯地步行地朝着痴恩恩伸出手 痴小姐 还记得我吗 我是Miko 之前有荣幸和痴小姐演过一部戏的 本来今天 我还在担心 跟着我老公来参加宴会 不认识人怎么办 结果转眼就碰到了痴小姐 真是运气太好了 痴恩恩微笑着伸出了手 握住她的手 既不显得太亲密 也没有太疏离 你好 Miko 她迅速地在脑海里搜寻着 关于这个名字的记忆 还真的让她想起来了一个人 在重新遇到丽北角之前 她不是靠着林安心的关系 在一个剧组里 演过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 小龙涛的角色吗 当时那一部戏的女主角 好像就是她 只是她没有用英文名字 中文名字叫做洛可尔 所以痴恩恩乍一下听到了Miko 没有马上把她和见过几次面的女主角 对上了号 Miko天天一笑 就用那一双灵动的眼睛看了看她 又看了一眼丽北角 眼线地说道 好羡慕痴小姐啊 和丽绝叶的感情一直这么好 对上一双灵动的眼睛看了 中文字EM